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学生和山西大同雨昕学校的同学们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一起做实验玩游戏 胡椒粉会逃跑 听发开的声音 会吹牛的气球 牛奶会画画 生活中常见的塑料瓶子 如何创意制作各种有趣的科学玩法 保龄球 塑料火箭 塑料喷泉的科学奥妙又是什么呢 我来教你来学 同学们充满爱心的互助课堂 又有哪些好玩的内容 精彩内容尽在本期 意想天开之 我们一起玩科学 大家好 欢迎来到意想天开 我是芝麻 今天我们来到了 位于山西大同的雨昕学校 这里的孩子们 他们的爸爸妈妈 常年在外地打工 跟他们很难团续 所以今天呢 我们有八位来自北京的同学们 跟大家打打招呼 你们好 大家好 我们的八位同学 他们带来了一个既温暖 又特别的任务 他们要在寒冷的冬天里 陪雨昕学校的同学们 一起开开心心 玩科学 好 接下来 让我们通过他们特别的帽子 认识一下他们吧 这是我们的创意帽子 我叫熊若涵 这是我的创意帽子 我的创意帽子 名字叫做春暖花开 整体颜色 飞粉色 灵感来源于春天时的美丽景色 我用粉色的小花和绿叶进行装饰 给人一种春意盎然的感觉 大家好 我叫吴希芝 我喜欢跳芭蕾 快坚持五年了 看 这是我的创意帽子 用了生活中常见的材料 都是我在参加活动的时候剩下的 好看吗 大家好 我是金嘉辉 我设计的创意帽子的主题是 第24届北京冬奥运动会 其主要材料有 旧卡纸 旧布 还有简易 电路 旁边两个小迹象物 分别是冬奥的冰墩墩 和冬藏澳的雪茸茸 希望大家关注体育运动 共享科技新时代 我叫陈穆恩 这是我的创意帽子 我是用黏土 蛋糕盒 卡纸 还有毛线根做成 我想告诉大家 用废弃的东西 也能做成美丽的物品 我是马鞠路 这是我的创意帽子 它的名字叫畅想 我畅想在未来的某一天 可以在帽子里安装芯片 当人们戴上这顶帽子时 芯片会与人的大脑连接 这样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与全世界各地的人们 沟通联络了 我是史玉成 我的帽子叫做森林之怪 我以绿色的五纺布 作为帽子的主材料 藤条 花朵 小草等 作为森林里的植被 女毛代表着小鸟 象征着森林里的和谐 我叫高若元 我的帽子的名称是 舞动的钢琴 我的帽子上面有 音符 琴剑和钢琴 装饰着 分别是拿毛根 卡纸和泡沫板 制作成的 我的帽子寓意着 我们可以用钢琴 弹出五彩的美好生活 我是吴卫龙 这是我的创意帽子 它的名字叫做回归大自然 我用它来呼吁人们 回归大自然 爱护大自然的真谛 这是我们的创意帽子 北京同学们的创意帽子 真的是创意十足 那雨昕学校的同学们 又在哪呢 听说他们接到 创意帽子的任务之后 非常积极认真 很多同学都打开了 创意思维 行动起来了 那他们在哪呢 什么哥哥 我们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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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这是我们的创意帽子 这是我的创意帽子 我很喜欢熊帽 很可爱 这是我的创意帽子 机器人 这是我用纸板做的 我以后想当一名 机器人科学家 这是我的创意帽子 它是军帽 上面戴着一颗五角星 这是我的创意帽 用骨壳牌做的 像不像猫鼠师 这是我的创意帽 这个是可爱的小兔兔 雨昕学校的同学们 真是创意十足 他们充分利用生活中 常见的材料 小玩具 纸板 扑克牌等等 制作出了一个个 生动灵巧的创意帽子 魔术十足的魔法师帽子 生动可爱的小动物帽子 五颜六色 形状各异 各种细节充分展示了 雨昕学校同学们的认真积极 连主持人芝麻哥哥 也赞叹不已 怎么样 这个象征新年的小老鼠帽子 是不是很有创意呢 也很漂亮呢 来自北京的 和来自雨昕学校的同学们 通过创意帽子的环节 各自展示了自己的创新思维 和动手能力 他们都很棒 那在本期节目当中 两队彼此没有见过面的同学 要相遇了 可爱的毛毛虫 你们见过吗 在地上爬行的时候 慢吞吞的 但今天我们要看到的 是长着翅膀 急速飞行的毛毛虫 怎么回事呢 急速毛毛虫 两队各八位同学 坐骑在冲气毛毛虫道具上 双手紧握毛毛虫的固定把手 裁判口令发出后 队员带动毛毛虫前进 注意毛毛虫道具不能拖地行走 最终谁的毛毛虫 最先触及终点线就获射 好 站在我这边的是 来自北京的八位同学 好 站在我这边的是 雨昕学校的同学们 两队同学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请加油 听裁判口令就出发 比赛即将开始 北京的同学和雨昕学校的同学 究竟谁手中的毛毛虫 能像长了翅膀一样 急速前进呢 我本来以为这个急速毛毛虫游戏很简单 所以就主动要求站在第一个打头阵 可是跑到终点的时候 还是没力气倒在这地上 很没面子 我觉得因为我们北京的八位小伙伴 都来自于不同的学校 而雨昕的同学们都是一个学校的 平常在一起生活 一起学习 他们的默契度应该比我们更好了 我们在跑的时候 一直听见雨昕的同学们在喊着 左右 左右 他们很有默契 跑起来比我们节奏控制得要好 所以最先到达了终点 通过气味欢乐的游戏环节 两边的同学已经彼此熟悉起来了 接下来他们要一起互动组合 继续一起玩科学 那他们会玩什么呢 要怎么玩呢 听说北京的同学要练老法 现在我们一起去看看 他们是怎么忙碌准备的吧 走 我们已经和雨昕学校的同学 同学们渐渐熟悉起来了 接下来就轮到 我们一起玩科学的魔法实验环节了 我们分了四个组 有两个北京的同学 还有三个雨昕的同学 每组有两个魔法实验 都是我们北京的小伙伴 粮粮组队 领有周末时间准备的 对于雨昕学校的同学们来说 他们会对我们的魔法实验比较陌生 所以我们得把实验步骤 每一个步骤的细节 都和他们说一遍 我们组准备的魔法实验 其实很简单 所以我们和雨昕学校的同学们 说的就是放松些 一起配合就好 我们组准备的魔法实验 会比较复杂些 但我发现雨昕学校的同学们 听得都特别认真 应该加上什么才能变成那种透明 它那个摇晃以后 它会变成先变成红色 再变成黄色 再变成绿色 尽管是临时组的沟通 但是我们对自己的实验 还是很有信心的 我特别期待这个神奇的魔法实验环节 希望我们四个小队 在科学实验中更加互相了解 我们是艺术家队 我们是气球大王队 我们是水魔法队 我们是乐采大师队 加油 怎么样 听同学们这一个个有特色的队名 什么艺术家队 水魔法队 气球大王队 色彩大师队 同学们一定是准备好了 丰富多彩的神奇魔法实验 再来看看他们的道具 准备的也是五花八门 大水缸 牛奶 色彩颜料 这些五颜六色的手工纸花朵 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还有这些化学实验事迹 瓶瓶罐罐 还有这些五颜六色的气球 又是要怎么玩呢 一起期待同学们的 神奇魔法实验环节吧 玩科学的时间到了 我来问一下 小时候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水龙头一开洗手的时候 就想同时玩会儿水 反正我特别爱玩 但是感觉这样玩得不高级 所以我身边这位魔术师先生 就要为我们高级的玩水 反正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对吧 好了 那您就展示一下吧 看你们怎么玩水好吗 好 表演开始了 这儿有五百毫升的水 纯净水 建成奇迹时刻到了 这就建成奇迹了 这水从杯子里到拖盘里神不神奇 这不就是做煎饼果子吗 这个啊 倒面倒水吗 还有到开始倒这个神奇的粉末了啊 还遮着不让看 没现象啊 啥粉倒进去不都这样吗 就是啊 这什么东西啊 好了 要开始表演魔术了啊 你这是什么魔术啊 行了 我们都不知道 开始吧 洗地灵倒进这个杯子里 我 对 好了 可以 够了够了 等会儿 给我验证一下 是不是洗地灵 我估计不是 你闻闻看 就是 闻起来应该是 好 洗地灵 拿这个搅拌瓣 看一下 好 见证奇迹时刻到了 三 二 一 哇 哇 怎么回事 最神奇的粉末跑跑了 这粉末是听洗地灵的话 还是听你的话呀 听我的话呀 别急 你让我检查一下 烤肉串的味 真的是胡椒粉 揭秘时刻到了 大木树师 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 这原理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水是有表面张力的 而洗地灵是表面活性剂 原来活性剂遇到水 就会把水的表面张力给破坏 往四周带 然后就把胡椒粉给带走了 哦 那是不是说 如果我们把胡椒粉换成辣椒粉 也能有一样的现象 应该是 谢谢你 知道我不吃辣椒 所以没有让我尝辣椒粉 只是用味道稍微小一点的胡椒粉 好啊 我想问一下 你们觉得这个水魔法的实验好玩吗 好玩 小朋友们 当我们在家进行有趣的科学实验时 千万要记住实验安全第一位哦 做实验时 也可以让你的爸爸妈妈帮你把瓦关 实验护目镜 实验手套 都是必备的哦 我们艺术家队是五位小女孩 我和陈穆恩妹妹 还有雨昕的三位小女生 无锡之姐姐 她是挺有细心的 我们在实验之前 简单的商量了一下 我负责具体介绍 我负责帮忙 我们是 艺术家队 加油 那艺术家队你们要展示什么呢 我们来展示五彩牛奶画 哦 实验就很美 来吧 首先我们把四百毫升的牛奶倒到盘子中 然后我们来选颜料 你喜欢什么颜色 你呢 还有你呢 你呢 好的 首先我先把粉色的颜料 递到牛奶中 接下来 蓝色 这个是紫色 还有一个橙色 这边小姑娘选的橙色 但是魔术师 你没有让我选颜料 是不是我还有别的工作 是的 所以在见证奇迹的时刻前 让芝麻哥哥给我们挤点洗碟筋吧 好吧 男生只能负责 挤洗洁精了 到这儿可以吗 使劲够不够 够了 够了 好 接下来我就要开始施我的魔法了 大家可要看好了 首先我拿洗洁精 递到我们的颜料上 哇 它的颜料散开了 对 而且我发现每种颜料的颜色 和其他的颜色 遇到一起会怎么样 互相融合在一起了 是不是 是不是很漂亮 哇 又有预排了 哇 像在水里放烟花一样 所以每次画作都是随机的 怎么样 你们觉得好看吗 你们觉得像什么 刚才这画 烟花 烟花 还有没有 它都开的样子 开花的样子 对吧 我觉得我看过扎染的表演 特别像扎染 然后刚才的画就像光蕴一样 就晕开了 在水面上 感觉里面像沸腾的水一样 那我来问一下 你们的魔术师 刚才的画 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效果呢 因为牛奶和颜料 是有表面张力的 而洗洁精 遇到牛奶和颜料的时候 就会使它的颜色扩散 就形成了这样一幅美丽的画面 原理也特别棒 这些魔法艺术家 刚才我们看到了 很多神奇的魔术 和炫酷的魔法 以及艺术 确实让我们脑洞大开 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科学 真好玩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我们去雨昕学校的那天 正好有一位二名级的小妹妹 过生日 生日的时候 应该是最开心的 可是雨昕学校的同学们 他们的父母 常年在外打工 往往只有过年 才能回家 与他们见面一次 这是我弹的 最长的一次生日歌 因为活动过程 一直要有音乐 所以我一直在 重复地弹着生日歌 我们几个就一起唱歌 活跃气氛 小妹妹一直笑得特别开心 郝老师操控小飞机 带着生日卡片 出来的时候 简直太酷了 简直是太完美了 大家分享蛋糕的时候 都很开心 我觉得比我自己生日 都开心呢 我们与雨昕学校的同学们 也越来越熟悉了 也许这就是爱的流动吧 北京的同学们和雨昕学校的同学们 也越来越熟悉 他们一起在玩科学的活动中增加了友谊 互相学习进步 此时太阳 太阳已经开始下山 而神奇的魔法实验 在芝麻哥哥的带领下还在继续着 色彩大师队和气球大王队 将如何展示他们的魔法实验 既然我们叫做色彩大师队 那么我们准备的魔法实验 也就与色彩有关 我们对展示魔法实验的时候 天已经有些黑了 因为我们的实验涉及到各种 关于溶液 溶剂 比例方面的问题 所以前期准备工作非常的耗时 我的那个实验比较复杂 而嘉辉的那个原理简单 他先展示吧 我们是色彩大师队 加油 首先我们要表演的是 透明变色 哇 透明然后变色对吧 对 想不想它 想 行 色彩大师请吧 这个追星瓶里装的是分泰溶液 分泰溶液是由分泰和酒精混合而成 这个瓶子里呢 它装的是氢氧化钠溶液 它是由氢氧化钠和水混合而成的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杯子里的溶液 搅到一起 它会变成一个神奇的效果 请看 哇 什么颜色 紫红色 大师 请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神奇的魔法 首先 分泰是一种碱性指示剂 它与氢氧化钠结合 它可以产生紫红色的效果 我还能把它变回去 什么 拖出去的水还能收回来 变了的颜色还能变回来 展示一下 又是一个魔法瓶 它又变成透明的了 咱们刚才都没眨眼对吧 我是一点都没眨眼 我们看见了全过程 没有任何的障眼法 对不对 怎么变的 因为醋晶它是可以中和这个碱性物质 与氛态融合液的 它产生了一些紫红色的效果 所以就又变回去了原来的无色透明状态 但是这个时候看起来是透明的 和原来的已经不一样了 对 哇 怎么样 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哦 怎么样 北京同学们的魔法实验 是不是很好看呢 其实他们在出发之前 就在老师和家长的指导之下 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工作 所以值得表扬 当然了 来自雨昕学校的同学们 他们与时参加认真配合 也很值得表扬 有没有发现 这些魔法实验就像魔法一样 但是科学道理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同学们 希望你们能够仔细观察 认真发现 发现身边那些好玩又有知识的科学 我们一起来分享 一起来探索 这部雨昕学校的同学们 就拿起了画笔 把他们自己心中对于科学的畅想 都画了出来 我身后的这些 就是他们的画作 每一幅都充满了想象力 所以我要赶快请北京的同学们 来看上 对于科学 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梦想 雨昕学校的同学们 利用美术课时间 拿起手中五彩的画笔 纷纷画出了同学们自己 对于美好科学的理解和憧憬 在这个学校精心准备的美好科学科幻画展示教室中 一百幅同学的作品 从外太空到未来城市 从机器人到海底世界 无故表达出了同学们心中科学帮助人类的生活 科学的进步让人与自然更加亲密和谐 地球家团越来越美好的愿望 而我们北京来的同学们也非常认真的开始参观起来 寻找他们各自心中喜欢的画作 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 来自北京和雨昕的同学们就一起玩得越来越开心 那接下来大家要一起玩什么呢 请 看 这样普通的塑料瓶子 你有没有运用它们做过创意作品呢 雨昕的同学们就利用这样的废弃物 打开了创意思维 发明了一种很独特的运动玩法 哇 这一个个装饰的五颜六色的塑料瓶子 真是同趣十足 雨昕学校的同学们 废弃材料大利用 创意出了什么样的运动呢 五颜六色的小球用来干什么呢 不过接下来 他们首先要完成一个小任务 就是雨昕学校的同学们 和北京的同学们 展开想象力 分工合作 一起创意绘画自己心目中 同趣的塑料瓶子 期待小伙伴们的合作成果吧 在创意绘画塑料瓶子的时候 我和雨昕学校的马俊杰小弟弟在一组 我们原来就在一组做实验 都熟悉了 可能我们俩都没有什么艺术细胞 画画都只能简单的装饰一下 还是马俊杰小弟弟更加认真些 他画起画来 一丝不苟 可是我在算笔时 还是做了一件搞笑的事情 刚刚那个算笔的时候掉进去了 不小心 那怎么办 那个只能 拿手抠我呗 我们试了好几种办法 没有把笔取出来 还弄得手上可脏可脏了 我的手啊 马俊杰 哎呀你的裤子 要认真的玩起来 我和雨昕学校新认识的朋友 吴倩一组 我俩都爱好艺术 所以很快就商量好要画什么了 我俩就像一对老朋友一样熟悉 一起画了红色的花朵和绿色的草 我们想大熊猫 应该是大家都喜欢的动物吧 画上去一定会非常有趣 我们的塑料瓶子比较大 剩下的空间 可以装饰一些星星啊 云朵 爱心之类的装饰 想把这个瓶子画得 充满艺术气息一些 我和李佳梅同学都非常喜欢科学 所以我们的主题是 心不忽幻想 我们在瓶子上画的是 由一个个绚烂的星星 组成了一片璀璨的银河 寓意着我们对未解之谜的好奇 以及对科学的追求和热爱 因为2022年冬奥会就要到了 所以我们想起了这样一个主题 他画奥运五环 我画2022 我觉得我们这个瓶子 可以代表了我们对奥运会的期盼 我们画了一个主体是绿色的 因为我看这个颜色 大家用的也比较少 而且我觉得绿色看起来比较舒服 我觉得我们每一组 画的都挺有创意的 大家都很认真 五分钟的制作时间 也是挺紧张的 感觉一直没有停过画笔 这是我们的创意作品 这是我们黑乎乎的作品 我们创作的是星空幻想 在紧张的五分钟时间内 14位同学分工合作 认真专注 作品各有创意特色 废弃塑料瓶子再利用的创意环节完成了 接下来等待同学们的 玩运动又是什么呢 理讯学校的条件设施比较简单 听说他们许多游戏 都是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创意 制作出来的 平时他们在学校就会用这些瓶子 玩保龄球游戏 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 很新鲜 我特别期待这个 塑料瓶子保龄球活动 看看谁更厉害 同学们即将进入 我们一起玩科学的 塑料瓶保龄球游戏环节 比赛要求同学们 以球击倒塑料瓶子 第一轮上场的 每个瓶子代表10分 第二轮上场的 每个瓶子20分 第三轮上场的 每个瓶子则是30分 看看这个游戏环节 谁的收获最多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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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哇 我第一个上场 出手没有力气 只砸到了一大一小 两个瓶子 我看中前方的目标 一下子把球扔了出去 砸倒了一大片 高若元最后一击特别厉害 这样我们组就一共砸到了12个瓶子 我们第二组上场 压力就会大一些 因为没有到的瓶子 真的不是很多 但是每一个瓶子的分数会更高 这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确实有难度 挑战一下自己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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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瓶子装的水多 很不好砸 瓶子少的时候 对于击中瓶子的准确率就更高了 结果我只砸中了一个 我们组最后一共砸倒了5个瓶子 我们最后出场 都没剩几个瓶子了 这太有压力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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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不错 通过这次活动 我感受到了快乐也可以很简单 这种朴素的游戏理念和习惯 非常值得我们诚意的孩子学习和思考 三人行必由我诗言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 都有自己的特长 来自北京的孩子们 和来自与新学校的孩子们也是一样 今天他们通过各个环节的游戏和互动 彼此逐渐互相了解 他们一起聊天 一起游戏 一起思考 一起制作 那么在接下来 他们就要发挥各自的特长 在一起玩科学的活动当中 他们要来一次非常棒的 我来教你来学的互动大课堂 大家好 叫金嘉辉 我爱好滑雪 今天有我为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滑雪的小知识 2022年是我国北京的冬季第24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上面两个是两个吉祥物 分别是冬奥的冰敦敦和冬残奥的雪茸茸 下面我来为大家展示一些关于滑雪的知识 滑雪这项运动中 含有很多关于物理力学方面的知识 我想这些知识 可能是与新学校的同学们没有接触到的 正巧2022年是北京冬奥会 所以我想在知识分享课堂上 向与新的同学们介绍一下滑雪的基础知识 其实我讲的时候还是有些紧张的 但是我看到与新的同学们 听得很认真 我想他们和我一样都期待着 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 我喜欢芭蕾快坚持五年了 我想在我的知识分享课堂上 给与新的女生们用芭蕾展示一段 发生在1947年 宜蒙老区的英军感人故事 刚才那一段舞蹈中是选用了移蒙送 一嫂给受伤的队友熬鸡汤的场景 同学们都听得很认真 门口不知不觉多了许多围观的同学 我可以感受到大家对于芭蕾的兴趣与热爱 接下来我就教给了同学们一些芭蕾中的经典动作 一位角无论你站在中间还是站在两边 这个角越开越好 好吧 跨正朝前方 不能这么扭来扭去啊 正 这个头呢要看向这个指径的方向 往远处看 跳芭蕾一定要自信 这样就会跳出来给人一种很优美的感觉 这个眼睛呢就可以往低处看 一 我觉得她跳芭蕾跳得很好看 而我平时也很喜欢舞蹈 所以我很喜欢 芭蕾跳起来确实很好看 李梦颂这个故事也非常感人 我希望以后我能有更多的时间 来教雨昕的小女生们学习芭蕾 新家辉哥哥的滑雪课堂 无锡之姐姐的滑雪课堂都非常好 我们几个很期待雨昕学校的同学们 会带我们去学习什么 好 学们好 下面 下面我就给你们做啊 把雨昕先把这个拿上 然后把这个雨昕我去拿来 都拿起来 哎 接这个 哎 要搓 原来雨昕学校的同学们 找来这位爷爷帮忙 教我们怎么搬雨米栗子 我以为搓雨米栗子 都是直接用手搓的 用手搓会非常疼吧 于是爷爷就教我们 用一个板子来帮忙 哎 婆婆 哎 这玩意还挺好用的 这叫啥呀 这叫个把雨米栗子也叫塔子 那这个怎么做呀 拿个垫 把这里推进垫 哎 这就差了 它主要是要找一家的摩擦来了 比手搓得快了 农民爷爷们真有智慧 他们可以在劳动中 发明创造有用的神器 特别感谢雨昕学校的同学们 让我们体验了一次 别开生命的劳动学习 一周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 半思半缕 横念物力维艰 通过自己的劳动活动 我认为我们更要 好好珍惜良心物品 今天啊 雨昕学校的同学们 和来自北京的同学们 一起做了很多的科学实验 玩了很多的科学游戏 也进行了一些科学比赛游戏 哎 接下来 我们要一起协作了 好不好 我们要玩一个 好玩的科学游戏 叫做鼓动人心 请看 在我身边有一面鼓 中间有很多绳子 连接着每位同学 他们要让鼓 有节奏的运动 干嘛呢 需要把小球弹起来 多小的球呢 来 球 一点也不小 这么大的球 这么小的鼓 通过小球上下的运动 用鼓来迎接它 鼓接住小球 接住的次数越多 这就会你们表现越好 听清楚了吗 好 这个游戏啊 考验的就是你们配合的 默契程度了 希望你们像游戏的名称一样 通过鼓动人心 让你们振奋好好学习 同时一起玩科学 好吗 好 好 鼓动人心 现在开始 开始 开始 一 二 三 四 第一次我们成功了四个球 每一个人牵着鼓的赏字 必须要稳 球才会稳 一 二 地点 三 五 大家合作的越来越默契了 玩着玩着 没想到最高纪录就诞生了 玩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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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 稳住 穿起 稳住 稳住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十 十 十 在这振奋人心的游戏中 夕阳西下 北京的同学们和雨昕学校的同学们 在一起 我们一起玩科学的美好时光 也马上就要结束了 在这两天中 同学们一起展示了创意帽子 玩各种好玩的游戏 团结合作 从陌生到熟悉 北京同学们也在雨昕学校同学们的带领下 用简单朴素的游戏方式 玩出快乐 玩出童趣 为同学们在这个冬天温暖的友谊故事鼓掌 为他们的收获成长加油 一起玩科学 我想问一下 同学们今天咱们玩得开心吗 开心 有没有学到科学知识 有 好 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发现生活中的科学美 热爱科学 更自信 更有爱心 今天我们一起玩得很开心 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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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的意想天开就是这样 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大红车 只要你游游游地转 这里的风景让人好看 天好看 地好看 还有一期快乐的小伙伴 大红车转呀转游游 快乐的伙伴手牵着手 牵着你你手 牵着我你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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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